嗨大家好,這是肥波 今天要給各位帶來的是 西門町商圈一日美食地圖五選 分別是西門麵店 師福建好吃雞肉 三味食堂 以及天天麗美食方 最後是美觀園日本料理 好的各位,那我們現在就直接開吃 好的,各位觀眾朋友 首先第一站我們就以西門在地開了超過60年 而且是24小時營業的西門麵店騎手 那這家厲害了 除了各種家常麵飯類之外 聽說他們家的銷魂豬腳 那才是招牌本體 那我點的就是豬腳肉跟豬腳筋 各60的雙拼 顏值看起來估計就會是我的菜 走一個相當有黑的醬汁色澤 好的各位,那我們現在就直接開吃 那我們首先就從這塊連骨帶肉的腳筋騎手 夾起來這種軟Q感是非常充足的 OK各位,我入口第一個感覺 這一家的豬腳確實有點意思 相比我之前在台中拍的那兩家副自備的豬腳名店 他們家外層油脂的綿密軟爛感絕對是更加充足的 而且魯汁的香氣個人私心是很愛 走一個鹹中帶甜非常配飯的感覺 我們再來下一口處理它豬腳肉的部分 好吃的豬腳,你看它的光澤就知道了 個人會覺得啦,相較之下 還是它豬腳筋的這個經典感比較強一點 整體瘦肉的腳感呢 我覺得還是偏這種微紮實路線啦 最主要呢還是看你的個人喜好啦 不過我會投這塊油脂脂 表皮相當光亮的豬腳筋一票 好的各位,總結而言呢 西門麵店 其他的菜色我不太確定 但是豬腳本身絕對是相當到位 乳香夠口感又好 在我心中就是一盤高端優質豬腳 好的,那我們現在就前往下一站 好的,各位觀眾朋友 早餐熱好 我們來試一下位在環河南路上面 大台北地區白斬雞肉的代表人物 他就是師傅健好吃雞肉飯 那這一家個人真的是蠻喜歡 他很久之前有來拍過 印象最深刻的呢 就是這一碗相當簡單純樸 卻又相當好爬的雞油拌飯 那當然呢 他們家的白斬金本人還是要來上一盤 而且呢 我點的是一盤150 晚來就吃不到的雞腿切盤 最後呢 就是一碗只要10塊錢的下水湯 好的各位 那我們現在就直接開吃 那我們首先呢 就從雞油拌飯起手 聞起來那是真滴香 就是這個熟悉的衝擊 在這種雞油香的植球衝擊之外呢 還可以感受到一點這種微甜的醬香底蘊 而且我覺得重點是米飯的口感還是保有一定的Q度 爬起來呢 那真的就是特別的順手 而且我旁邊的大哥呢 他就是一個人單爬三碗 要不是待會還有三家藥牌 我個人應該也是兩碗起跳的 好了 那我們接下來就來處理他的腿肉 個人會接近吃這種台式傳統的白切雞 能夠點腿肉還是直上腿肉會比較好 那個口感才會是最極致的 感受一下 你沒辦法去期待說他的口感會像海南雞那麼的軟嫩 更多的是一種雞肉這種緊緻紮實微軀的腳感 不過有淋上他們家這個秘方醬汁 確實那是非常加分 下一口處理一下他整隻腿的精華部分 待會呢就來喝他的下水湯 好的那我們最後就來處理他的下水湯 來一口雞心搭配上雞肝 聞起來感覺他有點這種淡淡的中藥感 我怎麼感覺跟我上次來喝的那種 香氣裡面不太一樣 第一喝起來那種中藥香氣 當歸感是更加濃厚的 以這個價格來講 我只能說實在是有夠划算 好了 總結言呢 師傅店好吃雞肉 單頓口感的話 就是有他的極限在 但是雞油拌飯 個人真的是無法抗拒 而且重點是CP值相當高 有機會呢可以來嘗試一下 好的 那我們現在就前往下站 好的 各位觀眾朋友 午餐時間 我們來試一下位在貴陽街二段這邊 大台北地區巨型握壽司的代表人物 他就是三味食堂 那相信這一家應該是不用我多說 深受國內外遊客喜愛的排隊名店 尤其是韓國的客人 估計是因為他們的吃波麥克風 經常吃這種像比較大K的握壽司 所以說呢就格外的親切 不過我們有一說一啊 他的鮭握壽司雖然大顆 但是油花的豐富程度呢 絕對是相對客氣 所以說建議各位想要感受一點油香衝擊的話 麻煩呢再給他加點一份鮭魚肚 這個精美的油花粗度看起來呢就是相當安心 好的各位 那我們現在就直接開吃 那我們首先呢就從他的鮭魚肚起手 感受一下啊 真心見於各位一口一條 吃下去的爽度衝擊才會是最強的 而且又是切的那種粗腸系列的 整體嚼起來口感真的就是一個爽式 我們再來一條 這真的可以用鮭魚麵來形容的 啊不過說真的啊 以這種油香的濃郁程度 我覺得應該不是大部分人都可以單吃三條的 好的那我們最後呢就來處理他的鮭魚臥壽司 從背面看就可以感覺得出來 他的這個肉飯筆完全失衡 感受一下啊 相對於他鮭魚肚帶給你的這種油香衝擊啊 臥壽司的版本 吃的更多的就是一種適中的嫩Q感 以及他表層幫你刷上這些醬油 很明顯甜味是更加的突出哦 雖然說確實那種油香味相對比較客氣 不過你這種此處入口的衝擊 個人覺得還是爽度十足啦 好的各位 總結員呢三味食堂 想要感受一下鮭魚油香的濃郁衝擊的話 來這邊就對了 然後真心建議各位 鮭魚肚麻煩給他加點一下 好的各位 那我們現在就前往下一站 好的各位觀眾朋友下午茶時間 我們來試一下西門町在地的滷肉飯代表 用餐時間呢絕對是排到外頭的天天禮美食方 不過老實講這還真的是我第一次來吃啊 因為這種香的比較清爽的滷汁 通常不會是我的首選 究竟為何在下午4點呢還可以呈現這種客門的狀態 必須來給大家領教一下 那當然呢吃他們家的滷肉飯 還是要再配上一份雞蛋客宰煎的 好的各位 那我們現在就直接開吃 然後我們首先呢 當然把他的半熟煎蛋給戳破 他們家這個手感感覺是格外的絲滑柔順 感受一下 各位確實有點意思 雖然說他不會像這種肥肉丁的肉燥 有這麼的綿綿化口膠質感 相反的這個時候呢就是靠他的滷汁本身的香氣來滿足你 鹹香為主帶一點微甜 就是有一種很不家常很有專業又相當好爬的感覺 一口下去我只能說心服口服 然後你配上他表層的雞蛋一起吃呢 就可以在這種微紮實的口感增加一點滑順的質地 好了那我們接下來就處理他的雞蛋客宰煎 感受一下 吃起來呢就是一個很熟悉的客宰煎衝擊 甜辣感覺這種蚵仔的鮮的兩者結合在一起 然後口感部分我覺得就是標標準準 有這種粉漿微Q的嫩度 以及裡面青苔所帶出來的脆 我覺得就是一個非常優質的搭配滷肉飯的選擇吧 好的各位 總結言呢天天烈美食方 我只能說它是我心中 目前最喜歡的一碗這種比較瘦的滷肉飯 平常都是被南部的那種肥肉丁肉燥飯也寵壞了 專業人士呢 真的就是靠這種特色的滷香就可以征服你 好的 那我們現在就前往下一站 好的 各位觀眾朋友晚餐時間 我們來試一下會在監獄6號出口附近 西門在地開了超過70年的歐劇老店 它就是美觀園日本料理 沒有錯 要的年資覺得可以說是全台屬於所謂的滋生日料 而且品項的選擇那是真理多樣 感覺就是一間滿適合家庭住餐的選擇 那我點的呢就是一碗要加660的生海膽蓋飯 相較於圖片本人看起來覺得是相對客氣 不過呢這也沒有辦法 最近的海膽價格好像是持續在飆漲 好的各位那我們現在就直接開吃 那我們首先就來感受一下海膽的原味植球衝擊 沒有淋上任何醬油的版本 不會是屬於那種特別清甜路線的海膽 比較適合你稍微配點醬油給它稍微綜合一下 不過口感方面絕對是相當到位 最新的一點微Q啊 隨著你的咀嚼韓化以後呢 那真的就是徹底綿密 可能以一碗660的價格 基本上應該是不太可能吃到那種 香的比較金黃的日本北好道海膽吧 淋上醬油呢可以非常有效地去綜合那種鮮味 所以說吃起來就可以更專注於它海膽本身的這種甜味 我們再來一口 好的各位那以上呢就是我們今天的 新北淋商圈一日美食地圖五選 這五家呢算是有觀光結合一點local的選擇啦 個人私心最經驗的大概還是剛才那個Tinley的滷肉飯 看似如此平庸的滷汁 卻能夠有如此強大的衝擊 個人呢是真理敬佩 有機會可以嘗試一下 好的那樣子這樣啦 我也會把詳細的點贊資訊留在影片下方的說明欄 感謝各位的收看 那我們就下部影片見掰掰 來吧 K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